这是一个经济危险 我们没有生产 我们没有工作 我们没有生产 由于加州今年的汉秦日益家具 水资源的供应也出现了严重短缺的问题 由于缺水 农夫博斯克表示 他的农场将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土地无法种植 他还担心会没有足够的水源 灌溉目前正在生长的作物 另外 波斯克表示 往年会有数百名工人参与种植和收割作物 但今年 这些人可能都面临着失业的风险 对于今年的汉秦 美国肯物局地区总监柯南特表示 2021年将会是加州自1977年以来最干旱的一年 柯南特表示 目前州府正在兴建蓄水池 但仍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工 新唐人记者李佳音 洛杉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